欢迎来到学龙数学数学用 今天这是一个两人移动的问题 对移动问题我们就来画一下这个ST图 横走代表着时间 这边代表位置 我们把这里定成沙滩的端点 小婷一开始往前跑 小婷这时候是走的 小婷跑到这边的时候 小婷走到一半 接下来这边再继续走 然后这边再回头 我问你说 我今天相遇的时候小婷走了多少 所以从第一段 我们知道这里是一个什么 速度是一个2比1的关系 所以接下来 这里的路程也要是符合2比1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边刚好是什么 2比1比3 所以接下来相遇的时候 这段就占全部的什么 2分之6 也就是3分之1 因此小婷走的就占了3分之2 所以通过这ST图 我们把时间跟这个路程分开 我们就方便分析它的这个路径比 但是我们下游戏后 我们下游戏后 我们下游戏后